今天我就准备约到销售哥哥 想去到工地给大家看看 现在的施工进度是如何的 究竟有没有施工 还有看一看他的未装修的内拢和产品 厚度是如何的 我们现在看一看大华集团的发展史 它是由1988年就已经开始开发 也是非常早拥有国家房地产开发的一级资质 它已经是属于中国房地产50强 在整个上海来说销售是去到前五名 最新的消息又来了 之前我们是送的单门冰箱 现在全部征级全部送双门的大冰箱 我们的电视之前送的是55寸的电视 现在都是升级65寸的大电视 空间是够大的 这里本身是实体楼 是四楼的位置 我们走出来 路途是不小的 这个路途的位置 看出去这里是向着正南 现在都是很多工人在那边施工 现在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好 漫漫路有多少風光 一一細心想 為心留步回頭望一望 心中一片迷茫 默默看看天際白雲光 就像你可知在四方 隔絕與你呼嘯地流浪 還愁他向闖一闖 星鶴有一寸星際流火 掌託沉迷獵戶星座 龍哥, 與黑銀幽幽拍我 眾聖編出要一言情歌 啊哈, 我要飛往天上 啊哈, 象那天鳥無牆 啊哈, 那水… Hello, 大家好, 我是喜家May 今天來到大灣區 好起的樓盤, 大華月亭 這個樓盤應該很多古人朋友 看視頻的時候有看到 我自己也有賣了很多套 這個業主也有很多 還有很多在留意 我們大華月亭的樓盤的觀眾朋友 今天就趁著天氣非常漂亮 過來拍一條片給大家 拍什麼呢? 大華開盤差不多半年的時間了 現在工程盡到如何? 好, 我們看的是示範單位 不一定這麼有空上去工地看一看 或者真的有這麼好的天氣 可以上去工地上 我們每次看示範單位 今天我就準備約到蕭秀哥哥 上去到工地給大家看看 現在的施工進度是如何的 究竟有沒有人施工 還有看一看他未裝修的內籠 還有那些產品後度是如何的 現在我們看到大華月亭的大門 是大氣的 又高又英俊 我們看一看外面的環境 看上去就是前面黃色的 是百恩工廠的住宿 還有工廠的位置 辦公的地方 這裡是屬於蕭州 所以它的城市面貌 就一定是沒有深圳那麼好的 雖然這裡是享受深圳的配套 又可以享受蕭州的配套 雙配套 所以為什麼這麼多人選擇在這裡呢 現在銷售半年的時間 是超過一個億的 非常之熱的 我們業主有85%都是港人 我覺得住在這裡 其實這個大家旁邊的鄰舍 都是打開門都可以聊天的 我們也會有一些新朋友 第一次見我們這條片 我們就由開始介紹 其實我想介紹的是這個位置 進來正對著銷售的訊息 買樓一定要認準這五樣的 執照 預售許可證 商品房的許可證 包括什麼英俊哥哥 姐姐 全部那些證書就拍在這裡 買樓還有就是要看一看 購房需支 我們大華月亭的購房流程 它是怎樣做的 一次過付款和按揭付款 有什麼不同呢 當然如果想要更加詳細了解的 就可以問我們了 還有就是它整個項目 紅線範圍之內的 或者範圍之外的 不理因素 有什麼東西呢 這些也是有詳細的說的 還有就是如果我買了這個小區 我小區周圍的 下面有些什麼是要告訴你 也都是列出來的 上面寫了什麼垃圾站 有些什麼人行出口 其實都是放得比較小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 在內地買樓 又不是經常回來 不知道怎樣 就是不知道 有些什麼合同 陷阱是不知道的 其實不用擔心 所有都是公佈出來給大家看的 非常之清楚 所有合約都是我們廣東省的 同一合約來的 看樓之前 我們先了解一下大華這個樓盤 我們現在看看大華集團的發展史 它是由1988年就已經開始開發的 亦都是非常早擁有 國家房地產開發的一級資質 它已經是屬於中國房地產50強 在整個上海來說 銷售是去到前五名的 已經是很厲害的 在上海這樣串金串土的城市 它的銷售金硬是認真不錯的 它開發了有18個 超過8萬大方的大城 其中衛州也有一個 神家人告訴大家是哪個地方 我們現在擁有 全國有70萬的大華業主 大華可能很多人是不清楚 特別是港人朋友 不是那麼清楚 我們比較清楚的 譬如說什麼 廣州、深圳、佛山、中山、衛州 是比較清楚的 大華這個羅盤主要是 由長三角的區域開始發展 譬如說我們的上海 公司的總部也都在上海 蘇州、南通、南京都是比較多的 包括我們青島、天津、北京 我們國家的首都都是有的 我們去到中西部的地區 也都有譬如說西安 我們西南片區有大里、昆明都是有的 現在慢慢到了我們的華南片區 廣州、佛山 到了我們現在的惠州 我們今天的這個樓盤 可以說是距離整個 深圳最近的惠州的一個樓盤 亦都是在大華開發的地方 我們看到這幅牆主要是介紹了 我們大華上海的 或者我們現在的北上海 廣州、昆明、大連 這幾個是比較有代表性的 大城的這個樓盤 現在看到這個部分 就是它這一塊全部都是介紹大華 就是它在告訴大家 我究竟有多厲害 那確實是OK的 它的資金各方面 都是這個交流標準 和它的內源做得真是不錯 所以很多人來看的時候 都可以被它吸引到 可以快快決定買這裡就是這個原因 這個地方主要就是介紹到華南片區 廣州的地方 這個廣州 還有惠州 目前我們現在所在的就是大華月亭 這裡 全個惠州距離深圳最近的樓盤 大華月亭 還有一個是有百萬大方的 目前現在都在賣的 是大華高景花園 六千多元有裝修 這個盤的環境真是很舒服 我亦都有介紹過 冬哥亦都有介紹過這個環境 那它那些環湖的跑道 可以看到淡澳河的環境確實不錯 價錢都便宜 六千多元帶上裝修 如果說想要很低成本 可以上車的 可以買到的 就覺得大華高景都是不錯 這些主要就是在說大華的 這些近幾年的開發 比較穩健 它的那些紅線各方面的 總體來說 大華的這個集團 我覺得是值得順賴的 不用擔心 不用怕買了會不會爛尾 我們再看一看交通情況 這個是它的交通區域圖 上面就太化了 我覺得最大的亮點 就是它近地鐵站 近公交車 近深圳 這三個近 我們直接可以來看一看 這個主要的 首先看這張圖 我們紅色的就是大華月亭的位置 基本上是300米 應該是500米左右 可以來到我們深圳的交界處的位置 這個地方過來 我們在一公里之內的生活圈 小區的後面就是塘井的濕街市 上次有介紹過的 兩邊都是很多食的東西 大潤法 法度家的超市 還有就是我們的紅玉白貨 紅玉商場 白色的客運站 幼稚園 全部都是集中在這個地方 主要是介紹一公里報客 一公里之內的生活配託客 再來看一看交通 首先我們現在這裡是亨子地鐵站 如果我們在亨子 搭地鐵回來 在亨子下車怎樣回呢 我們直接可以搭下面這個 M136的公交車 我有介紹過 但是怎樣坐 還有這裡怎樣可以回去的 在亨子出了地鐵 B出口就可以 往後邊走大概是20步左右 就可以來到這個公交車站的 兩個站 一個是紅玉白貨 一個是白色的客運站 在這裡下車之後 走進來就到了我們自己家門口 真的叫兩個站 10分鐘左右的時間就可以來到 這個交通總體來說 我覺得是很方便的 說到商業問題 本身惠州是屬於九成多 還有沒有特別大的 例如說十多萬或者二十多萬大型的 商場 或者很高端的商場 其實一來呢 我們可以直接兩個站去到亨子 亨子出了地鐵之後 他周圍都是很多食的 街坡全部都有的 或者可以搭地鐵回到深圳 我們先看一看位置 大華在這裡 我們兩個站來到亨子地鐵 亨子地鐵這個是屬於14號線 14號線我們搭地鐵 往前邊一個站來到平山中心 可以去億田的假日廣場 我們再往前的時候 譬如說來到錦龍 錦龍地鐵站那裡有天紅 還有很多有一間未開的那一大商業 也都有的 我們再往前四個站就可以來到大運 大運現在整個龍江 可以說是最中心的地段 星河曲曲帕 山姆會員店 還有如果我們轉多一個線 來到大運中心這裡 可以看到每個星期 有不同的演唱會 大運的體育中心 還有現在新開了大運天地的 這個華孕的商業 整個深圳第一個可呼吸的商業 因為它全部是 由室內又可以室外的 很有不同的感覺 當然如果下雨或者很冷的時候 我覺得室外的活動 那些商業就不太適合我自己個人 那這裡直行的話 就可以回到江夏北站 江夏北站轉10號線 就可以回到福田口岸了 整體來說 它這個交通是不錯的 那我們看看它現在這個沙盤的情況 那這個沙盤 它整體來說 是屬於比較大的 如果我們之前已經了解過前期的交通 沙盤的情況 我們可以直接跳轉到下一部分 就是我們一會兒會直接上去供地的視頻 給大家看 所以如果大家不想聽我說那麼多的話 就跳轉到下一部分 那我繼續說回這個沙盤 總共它是有10座的高層 兩座的公寓 一共是有12座的 這個組成 那小區全部是一字排開 前後有差不多成100米的距離 所以它前後是沒有什麼遮擋的 整個視野感都是舒服的 我們現時的售賂中心就是這裡 未來也是屬於入戶大堂 我們的小區大堂這個地方進去 下面這裡主要就是我們的街鋪 街鋪我們可以滿足到 個人的這個簡單的需求 那我們由這個地方 這個直走出來 走過這個位置 大馬路就是可以搭M136公交車 回到亨子地鐵站 或者如果你喜歡走路的情況下 走路大概應該差不多半個多小時 才可以走到亨子地鐵站 如果我們可以往這個方向走過去 現在是要在這個地方這樣走 走到前面這個位置 就是大潤伐伐到家的 我們這樣這條 我們可以往前面這樣看 這條一直這樣走下來 就是我上次有開車帶大家兜過 這些兩邊的街鋪、街市 還有一些餐館、宵夜檔 全部在這裡到這個位置 這個全部都是 包括唐井的宵夜市 就是在這個位置 那因為為什麼我們要這樣繞 是因為我們現在這條路 是未搞好的 因為這兩邊正在建樓 我們怕到時萬一有什麼跌落 就是不小心傷對人就不好了 所以我們現在這個地方是封住了的 那到之後呢 我們在這兩邊建好 樓建建了之後 那這條路是通的 我們業主直接在這裡走出來 或者這個地方走出來 也都是沒問題 走到濕街市 買東西買菜 非常方便的 所以我一直都說 這個如果假如說 你前期想用來投資度假的 這個本是對的 低首期 如果說我們港人朋友 退做休 想選一個又近深圳的 又近香港 交通又方便 買東西又方便的 環境清休的 這個本絕對是對大家的 那現在大環同樣是在搞活動 說回它在賣的積數 首先現在買的是一棟和二棟 這兩棟現在是在開盤賣的 那前面的這幾座 即是三座那些 現在是在興建 未開始銷售 未開始售賣的 那七、八座大家就不用擁抱了 因為這兩棟它是回天房來的 兩棟成一棟 全部是回天 給一些村民的 那我們現在的一、二棟的位置 它總共是24和25層的層高 兩梯五火的設計 那我們零一零二這兩個 它是向著正南方向 看著花園的 一、二座都是一樣的 那這個是86個平方 做到三房兩個廁所 有裝修 向著正南 那單邊位這種呢 就是很多人想要 但是沒有了的護翼 101平方做到四房的 南北通透的這個間隔 那旁邊這裏呢 這兩個是向西北的 75平方就是三房 做到一個廁所的 這兩棟都是一模一樣的 現在基本上呢 我們101是沒有什麼貨的了 主要就是 75和86的這兩個職數 那75就是三房 可能很多人就不喜歡朝向 那我們85平方有三房 有兩個廁所 又是可以看到 這個花園 那又有兩個廁所 又是低手期 那我覺得這兩個是比較對的 那再說回我們現在的活動 最低手期三萬元就是上會的了 三萬多元左右 現在呢就是送來裝修 送來產權車位 現在的最新活動 送來產權車位呢 就是我們直接好像買屋一樣 是有一本紅本的 那再過來呢就是送家電 這些家電呢就是我們看到的 一共是有十一件套 十一件套呢 包括我們的洗衣機 大件的洗衣機 這個冷氣 還有這個電視 還有這個雪櫃 那最新的消息又來了 之前我們是送的單門雪櫃 是不是 那現在全部升級 全部送雙門的大雪櫃 正啊 那我們的電視呢 之前送的是55吋的電視 現在都是升級65吋的大電視 冷氣呢 都是一樣的 冷氣就沒什麼變化 都是這樣的 這個獨立的冷氣 加上什麼電飯煲啊 烤爐啊 這個什麼 這個空氣爪啊 這些全部加起來 一共是十一件套 除了送的東西 還可以煲金蛋 我不是錯過 我覺得這個蛋呢 比我上次看的那個 大了很多 大了一點 它可以拿出來 這個 哇 是家電來的 送些什麼 下次跟你們說 OK 解釋完大購的訊息 現在我們再回去 即是說去示範單位 看看我們的交流標準是怎樣的 我們看完的示範單位之後 就直直到我們最高的那一層 去看一看工地情況 看一看現在的 未裝修是怎樣的 我們現在先去示範單位 OK 我們現在來到 1號樓的4樓位置 這裡是示範單位 同樣是實體樓的景觀 兩升升降機 後方這裏是兩部電梯 不過它的層級本身不算高 24和25层 所以五货都是够用的 端头的单独是101的 101基本就没有什么货 现在只剩一间二楼 就是四房的单位 我们就不去给大家看详细 我们现在就先看看86的和75的 由大到小 这个是86方做到三房两厅两个厕所 进来之后 这里有个鞋柜 餐厅、厨房、客厅、看法 一、二、三房 还有两个厕所位 这是01和02 01 这边是01 这边是02 我们的路台是向正南 如果我们选01 我们有三房向着东 所以它是叫东南位 这个02 路台是向正南 我们旁边的三间房 因为是镜面的 三间房 还有向着西 也就是叫做西南位 两边看大家自己喜欢 有些人就会喜欢02 一来觉得这边有财位 二来这个地方又可以纳到来用 这个地方的空间比较大 已经直接可以做到一个简易的鞋柜 或者我们的买送箱 其实也是可以买到的 我们看个示范单位 进来这里是交楼标准的 质素 门、紫密、密码都是有的 这些就是鞋柜的位置 进来厨房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幼形我们正常一到两个人在这里煮食 都是不会觉得很窄的 或者很小的地方 这里是有一个窗的 有一个大的鞋枪的位置 还有它这里预留了一个箱开的冰箱 直接到上面 这个空间是绝对不会小的 出来就是餐厅的位置 如果他在这里的话 如果想要做个餐边柜 就建议可以在这里这样做过来 这边做个餐边柜 那这里可以这样逐渐一点过来 就是这样逐渐一点 做个拌空的 一来这样 如果有客人进来 看到这样的展示会更漂亮 二来就会不会叫做遮住 不会说大门和路台门直冲 所以可以到时自己选择自己喜欢的风格 那这里是一个大的梳化的位置 那梳化下面有一个茶几 前面这里就可以做到 放到电视柜 空间是旧位的 旧大的 这里本身是实体楼 是四楼的位置 那我们走出来 路台是不低的 路台的位置 看出去这里是向着正南 现在都是很多工人在那边施工的 现在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楚 前面蓝色建的那两栋 现在看到楼间 它差不多有100米左右 那两栋是回迁房来的 给村民用的 中间就是绿化来的 不会建高层的了 那我们左手边绿色的这个就是公寓 公寓也是会卖的 不过现在详细的那些讯息是未有的 我们现在进来内栋 看看房间的内栋设计各方面的 先看看厕所位 厕所它是做了干湿分区的 这个内栋的这个空间 正常我们两个人都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这样走出来是OK的 这个櫃就是做了一辣的镜柜 所以它收立空间特别的多 会不会是女士的最爱呢 这个镜柜 坐着是这里 它这个地方是做了一个洗手盆的位置 洗手盆我觉得是小了一点 但是它这个外面的位置是大的 所以它看下洗手台就大气 但是就是差点感觉 我自己觉得差点感觉 那下面我可以看一看这个櫃 它这个那条喉是中间的 那它那条喉中间 但是它是下水管道就是侧边的 所以它不会说在这个櫃 是穿个洞这样直直走下来 那方便我们假如说是有些大些的盘 或者说大些那些未用的那些东西 就可以放在这里 就不会遮住我们的这个感觉 还有这个摆东西的收留空间 那我们上面这些是有这个暖霸的 就是到冬天的时候 就可以开到一些暖风 看一看第一间房 这间它是做了一个榻榻米 那加上飘窗利用 床是做了一米半的床 但是空间是绝对足够的 如果说想要 就是不想做榻榻米 我们直接放一个一米半床 其实空间都是不会小的 大家不用担心 再来看看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 第二间房 它现在同样是做了一个榻榻米 可能榻榻米 有一个好处就是 它可以用到的空间更加大些 下面可以做柜 那它这一张是一米左右的床 不算大 这间房 我估计就算自己 就算到时买床 最多应该都是一米左右 到一米二的床 就差不多了 第三间就是主人房 入门口 左手边 首先就有一个衣柜 这个粒位 可以给你做多一个柜 那进回来就是个 光室分区的地方 那那个光室分区呢 这样洗澡 我觉得都是够用的 就算胖一点 我觉得都是没有问题 哎呦 差点 删了我出不了你 这样 出就好像未必出到了 这样就OK 那我觉得 如果是圆形的 会不会更加好用些 嗯 不知跟啊啊啊啊 开发商的啊 王总提一些意见 不知是吧 我们观众朋友都可以 给一些意见 你们觉得是方形的 好用些 还是圆形的 会好用些 或者我们洗澡 哪个会更方便些 或者出来的时候 不会碰到手 是吧 来到主人房的这个厕所位置呢 就是 诶 说错 床褥的位置 还在想着 这个厕所 这个床褥呢 它是米半的 米半的床 就是三面落地的 那 除了个衣柜位呢 就是刚才那个地方的了 就是只有那个地方有 如果说 这里还想做个衣柜的情况下呢 就是床头跪不摇 床 那这个呢 这个呢 就是86个平方的 做到三房两厅两个厕所 那这个呢 基本上 现在首期都是 最平是三万元 就是可以上会的 因为 看回你选的楼层 因为楼层高一点 或者 价钱高一点 那大概都是三万多元的 这个首期的 月供呢 现在最 三千九百元的这个月供 就是可以的了 那现在呢 再看回我们第二个职数 就是75个平方的 那我们 看一看75 75呢 做到是三房一个厕所的 一边进来 间调基本上一模一样 就是少一个厕所的 那我们直接进来看看 那内楼就不详细地介绍了 同样的 鞋柜位 我们的大门 那这个地方就是 厨房 餐厅 客厅一体化的 那 那开间这里呢 就会小一点点 这个空间会小了 20厘 对不对 3.5和3.4 3.4 3.4 10cm左右 来看一看 那因为它本身 只有一个厕所的 所以它一个厕所呢 它是做了一个三分开息 一来呢 是这样的 干沙分区的地方 洗澡的地方 那它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不小的 你75平方呢 你可以做到这样 你真的很难得 对不对 那这里呢 就是个座次的位置 同样这里也是个洗手盘的位置 那它做了是三分开息 那就更加实用一点 一个厕所呢 如果你说要擦牙子面 又要洗澡 又要洗澡 又要去厕所呢 那你分开一点的话呢 会更加好一点 嗯 对落这里呢 是有一间房的 那它现在这间房呢 我觉得就跟86的那个 中间的那间房 是差不多大小的 正常我们不利用飘窗的情况下 都是可以摆到一个 一米半的床褥是没有问题的 那再来看一看我们这一间房 那它这一间房呢 跟刚才那间来比呢 就会更加静一点 它刚才那里呢 有一两个地方 是有少少 那个应该是 什么 主力墙 那一本 所以它有一些突出 它这个呢 就是完全没有突出 所以我们会更加好摆这个床褥了 那我们再来看看主人房 那主人房呢 那就是 就是少了一个厕所的位置 其实间调一模一样 就是少了一个厕所的位 那这里呢 反而那衣柜位呢 还会好一点 还会多一点的位置 是吧 这个地方衣柜的位置 那这个呢 就是75个平方 基本上首期都是三万来元 就是三万元到四万元之间的 就是75和86都是这样的 那月供呢 就是3300元到3900元 就是两个积数 任选 想要大一点也可以 想要小一点也可以 都是没问题的 那看完这个示范单位 看完装修完的了 那我们就要去看看 未装修的工地情况是怎么样 未化妆的女生是怎么样的 我们现在过去先 好了那现在我就抓了我们销售哥哥 杜先生来到工地现场了 那我们现在的位置呢 就在这个 在这里 就是七八栋的这个资间 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两边呢 就是七座和八座 是正在动工的 现在呢 下午是五点半的时间 同样呢 都是很多工人在这里开工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工程尽度的问题 那杜先生先和大家说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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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她是不懂说广东话的 她听得明白 很厉害 娶了个广东老婆 老婆又高又美女 那我们现在就往前面走下 那我们看看呢 前面这两个呢 就是一座和二座 一号楼和二号楼 那它现在是全部封了顶的了 直接就可以去到最上面那一层的 那刚刚开盘的时候 是未封顶的 现在全部封了 旁边最矮的就是公寓 公寓是22层的 22楼的 十层 十二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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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十二层 不会说 广东话就是沟通器 你不是会听的吗 小天不会说 好 实识听不会说 十二层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它这个采工的问题 那现在我们在走 是不是坐升级上去 坐电梯上去是吗 坐电梯三转 好好好 那现在这样 我们先走过去 上到上面 再给大家看回我们的景色 和这个层高的高度 和里面做的情况是怎样的 那我现在先走上去 现在来到这个二号楼的楼下 开始就是在搞外墙的 这个外墙就是塗鸟的 就小小黄色 就是什么啡啡的 黄黄的的感觉 一直在这里开始搞外墙 一边是好的 一边就是在擦外墙的 那这个土鸟 它是属于什么工艺 真实气 真实气 对 那它这种优势是什么 比较耐旧 然后呢防水防潮性会比较好 最主要是不容易脱落 对 就是会整个来说安全一点 是 安全一点 比普通的那种外墙土尿 持久性会更好一些 更加持久一点 那层高是高的 六米的这个层高 是入户大同的位置 那这个铁口呢 这里是两部铁来的 那现在这个是没装的 所以我们是要搭 施工电梯上去 业主的私家铁是未装好的 现在这里 那我们要等这个私家 等这个工程铁上去 给大家看一看 那我们现在来到 2号楼的24层的 这个凤凰层 总共是25层的位置 那我们这个单位是101的 其实这样没有装修 未装修的情况下 网络是比较大的 那我们来到现场 就发觉所有那些工艺 是做得很漂亮的 和很细的 用的那些材料 真是真材实料 我觉得大话 真的不会骗大家 不会骗观众朋友 都不会骗业主的 所以它是良心企业 都是做得比较久的 那看回现在那个景观 说认真的够漂亮 下面这些就是我们 黄迹那些是白银工厂的 那就是前面那一层 哎呀 这个样子太坏了 这个地方 好样子太坏了 它那边就是 烂了尾的 那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这样走过来 这条路这样走过来 就是唐井街市 这个位置 就是到我们这个大润法 佛道家 那这里这样走过来的情况下 就是直接去到我们唐井街市 烂尾街市这条 我们之前有拍过的 那对面的这一块地 现在这样的 这个块地就是我们那两座 和那座公寓的 就是马路对面的这个位置 那现在前面那里 现在都其实 看一下小心 摄影师映给大家看一下 很多的 小心 小心 很多人在那里拍 就是做事 现在看到七八座前面那里 很多工人在那里做事 每日是有两百多个工人在这边开工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工程进度的问题 那我们左前方 小心 摄影师过来 那我们的左前方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另外两个楼盘 万科万月的和这个木云阻岸 那万科万月那里 现在卖的都是一万零几 到一万一千几 到一万二千几 视乎你选的楼层 现在卖的是超高层的 就是93平方 和一百一十几的单位 一百一十九的单位 那它主要是 如果是四十几层以上 这个景观会更好一点 那两成首 就是现在是1.5成首期 就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活动 那没有人阻碍 现在最低就是零首期上会 就没有装修的 现楼的 如果我们想要装修的情况下 那要自己额外加850元一个平方 那围楼差不多的单价 都是一万一左右 大概一万一千几 这个楼下 那最小七十几的 八十几 九十几 一百一十几 一百三十几 都有单位在卖的那一边 那我们继续去看 这个就是101的 那它现在全部都已经封了楼的了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这些工艺 做得是比较美的 我们看一看这个 这个是七十 八十六个平方的 0102个单位 现在都是有工人在这里 那我们可以直接进去 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可以看到 这些全部是 真是看到没化妆的样子 全部这些墙身都是厚的 这个有15公分 有15公分 15cm的厚度 所以说它这种隔音效果 隔音效果 会好些 漂亮些 隔音好的 这里就是厨房的位置 这里是餐厅的位置 客厅的位置 那现在呢 就是开始 将两部墙 就开始尖了 所以现在呢 就很多工人在这边做事的 那我们可以往前走一点 拍摄这个景给大家看 这个八十六 它是最靠前边的0102 所以它前面是没有遮挡的 就算我们前面建了楼之后 它有差不多100米的楼间距 我们同样是不会有遮挡的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这个问题 那在前方就主要是我们的这个 主要前面就是那些民房 那我们现在去隔壁 看看02的这个感觉 01它这个就是向露台向正南 左前方就是向东的 那这个房间就有少少偏西的 现在是下午的时间 我们可以看到 就有少少的阳光直射进来的 这里是过主人房 这边就是有少少太阳 那边就是有少少太阳 那个黄金蛋 黄鸭蛋 这个地方可以看到 这个很漂亮的 小心 这里冲凉 还可以看日落 又好像挺搞笑的 说到这个地方 那我看看这些工艺 或者是多号有没有什么 特别想要跟我们介绍的 像我们的整个建设起来 然后它的用的工艺 你有什么想要跟我们介绍一下 首先的话 我们刚刚在前面讲的是真实锡 其实市场上大多数用的是普通的材料 那你就会发现三五年它会变旧 跟老小区一样的 第二个的话就是它的防水性会更好 哦 防水 对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楼板的话 厚度也是很厚的 哦 这个楼板厚度 对 有12公分 12公分 然后再加上全屋的隔音涂尿 就等于一共有13公分 哦 就是它的长 这个现在我们看到的楼板的厚度 那在香港呢 基本上可能最后都是会到10cm左右 就是最好那种 那现在基本上它用的这些呢 加上隔音那些全部的加上是有13cm的 那它是比较厚的 那以来呢 就是可以看到它的这些长身呢 全部都是比较厚的 所以为什么呢 可以看到它的用的那些质量呢 厚度是比较厚的 当然啦 如果说这些呢 都不是主力场来的 这些不是主力场呢 我们如果想要改变 两房啊 或者都是可以 博得动的 这些就不可以的了 主力场就不可以的 那它这个85个平方的 正常呢 是没有包 建筑面积上面写着呢 是有3.5cm 那我们现在按照最新的这个测试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是正常 包括这个 即是不计过长的情况下 我们自己的这个 的长身 大家可以帮大家测一下 是有3.3mm的 就是我们不计长 用到的这个幅度呢 是有3.3mm 那我们也都可以看得出 它这个长身的厚度呢 是不错的 感应效果是不错的 OK 那除了这个老板厚度以外 还有什么 比较值得说 跟大家观众一起分享 让我们对大华的品牌 更加有信心 对这个工艺更加有信心 明白 剩下的话呢 就是我们整体的小区的 施工工艺呢 是女童的施工工艺 那跟老师的相比的话呢 它是一体成型的 所以呢 它的整体是一体焦住的 防水性 防开裂 渗漏的风险就很小 所以整体上来讲呢 它的坚固程度会更好一些 就整体质量会更有保障 就是整个它的这一种 用材的又更防水 更耐用 对 衔接的更好 对 所以它整个这种工艺 是不是比普通的那种施工工艺 要贵 成本 要多15%到20% 就比如说我100万的话 我要多15万块钱 我才能做出这个东西 对 那好 那我们现在看完这个86的 我们再去看看75的 那我们也都会有观众朋友呢 买了75平方的 那我们现在看看75 那75呢 它这里也是两间的 75平方呢 它同样是三房 就是一个厕所 那它朝向呢 是向着西北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5点多了 那个太阳呢 那个阳光呢 都是很猛的 那其实呢 终于日落到夏季 到冬 特别到冬天的时候呢 其实也是挺舒服的 可以照到那些阳光 射那些阳光进来呢 又挺暖的 那些屋子又不会冻 下面那些民屋为主 那民屋有好有不好 一来呢 民屋多的情况下 人就多的 那我们人是不会输的 二呢 那如果是不想说 好像香港那样 住得太密的情况下 那我觉得这些民屋的高度 是刚刚很符合我们的审美角度的 所以我们的看下去的景观呢 是舒服的 也是虚弱的 好 那今天呢 今集呢 主要就是要过来现场这边 帮大家看一看 拍摄这条视频给大家看 一 就是我们是不是有人动工 二 我们的这个进度 现在到哪里了 封了顶尾 里面的润润搞成怎样 三 就是我们看一看 他这些是否真材实料在做事的 那今天我们的这个目的也是这样 同样呢 就请到我们的烧市哥哥阿杜先生 帮我们现场也都讲解了 用的是什么材料 用的是什么品质 这些这样的材料工艺 是不是会比市面上很多的品牌商呢 刚才也有帮我们解答的 包括这个楼板的厚度 长针的厚度 也都有介绍的 那我觉得今天也是有收益的 如果大家对于我们这条片 比较不容易的 那欢迎大家 给个赞我们 鼓励一下我们 那如果说对于我们这个楼板 还有什么想要知道的讯息 想要了解哪里 都可以留言给我 下次我再过来拍给大家看的 那我们今集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如果有新朋友 有兴趣 对这个楼板有兴趣的 欢迎来到我们过来现场看楼板 我们起家有车接送的 下包接包送 包迷餐的 如果有兴趣过来现场 给讯息 阿May 就立刻去联堂行案 奴河行案 或者福田行案 接待大家的了 那现在大华的活动 就是三万元上会 其他全部是月供 有装修 送产权车位 送家电的 那家电全部是升了level的下 升了一级的 我们现在还送了家具给大家 链包就可以入住了 那我们今集的视频就介绍到这里了 下个楼板我们再见了 拜拜 拜拜